吉利收购又搞事情啦 就在前两天 也就是5月18号 吉利和英国超跑品牌阿斯顿马丁 达成了新的合作协议 吉利在去年9月30号 收购阿斯顿马丁7.6%股份以后 进一步增持到17% 成为第三大股东 增持以后 吉利将有权任命一名非执行董事 加入董事会 同时还将拥有一个董事会观察员席位 嘿 我感觉就吉利这么个收购频率 比我更视频都勤 大家好 这里是海狸汽车台 我是车企收购爱好者海狸 趁着这事热乎 我想就吉利增持阿斯顿马丁这事 跟大家专门聊聊 吉利全球化布局背后的逻辑 但在聊这个事之前 我们得先搞清楚两个问题 一 是吉利为什么增持阿斯顿马丁 二 是阿斯顿马丁为什么会同意吉利增持 在这儿要说一下 吉利官方在收购操作相关的信息披露上 越来越抠 我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 如有雷同 那就这么着吧 好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吉利去年收购 今年又增持 这个态度很明确 看好阿斯顿马丁 具体看好他什么呢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品牌IP 作为一家拥有110年历史的 英国豪华跑车品牌 阿斯顿马丁一直是英式豪华 和高性能的代表 而且作为007系列电影的常驻嘉宾 他也被看作是英国文化的 标志性象征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 认知度都非常高 品牌IP的成色绝对够好 二 挣钱的能力 这主要就是看售价区间和销售数量 阿斯顿马丁的单车售价区间 在15到30万美元 过去10年 销量从3000左右增长到6000左右 虽说他的确也很能烧钱 但不可否认 他这个销售收入的体量 也是真香啊 这是打动投资人的一个重要的点 三 发展预期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大股东的成分上看 浩开吉利 其他几个大股东 分别是劳伦斯斯特罗尔 就是那个为了亲儿子能开上F1 结果就买了个车队的加拿大超级大土豪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 还有奔驰 这几个主 全都不是为了赌一把就跑的风头 所以这么看起来 作为品牌 阿斯顿马丁可以说逼格满满 作为车企 他也是个性鲜明 作为资产 看起来也是不错的 那么吉利看上他 没毛病 接下来咱们说第二个问题 阿斯顿马丁为什么会同意吉利增持 这个问题乍一听就很怪 吉利上赶着来送钱 阿斯顿马丁还会不要 谁和钱有仇啊 你还别说 他真的不是谁的钱都要 五年前 阿斯顿马丁的确是因为缺钱 才选择了上市中资 但就像我上面那个问题里分析的 阿斯顿马丁在很多投资方眼里 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投资对象 这种情况下 想入股的话 你就还得拿出来点钱以外的东西 比如第一大股东斯特罗尔 他有本事把阿斯顿马丁 带回到F1赛场 再比如曾经的第三大股东奔驰 他可以跟阿斯顿马丁 共享一些技术 事实上 在去年底成功入股之前 阿斯顿马丁就多次拒掉了 吉利的入股要求 可为啥他又让吉利入股 并且还同意吉利增持了呢 也是因为技术 对 你没看错 因为吉利有技术 准确的说 是电动化相关技术 从阿斯顿马丁的年报 和股东言论上不难发现 它是属于坚决电动化转型阵营里的 抛开这个选择 马丁粉高不高兴咱不说 阿斯顿马丁只靠自己搞纯电 的确有点费劲 而吉利这几年电动化的成果 扎扎实实 纯电的浩瀚平台 已经在支持 N多个品牌的20多款车型了 除了浩瀚平台 吉利还有全球供应链资源 中国的生产制造成本优势 中国市场的渠道优势 这些都是吸引阿斯顿马丁的筹码 这么看起来 阿斯顿马丁选择吉利也是正常不过 这就像俩人去相亲 瞅一眼聊几句 越老越上头 越看越高兴 然后事就这么成了 前两个问题说清楚以后 我们就可以聊第三个问题了 也就是吉利全球化布局背后的逻辑 我把这个逻辑总结成三步 第一步 通过合作获得技术 典型操作就是收购吴尔沃汽车业务 收购吴尔沃以后 吉利不光在产品研发 工程技术标准这些能力上 追平了国际一线水平 还获得了在前沿技术领域 自主研发的能力 比如电动化和智能化 第二步 深度协同 技术输出 典型操作是和奔驰一起 实施Smart电动化转型 还有推动路特斯电动智能化转型 这次增持阿斯顿马丁 也属于这一步的操作 当吉利通过前两步 积累了充分的技术 和完成搭建品牌矩阵以后 就到达了第三步 也是吉利的终极目标 对旗下的资源进行全球配置整合 这句话啥意思呢 我给你解释解释 随着吉利旗下的品牌距震不断扩张 它的技术成本和生产制造成本 会越弹越薄 品牌运营经验会越来越丰富 对全球不同地区的游戏规则 会越来越熟悉 相应的 新的合作会越来越顺利 形成一个正向寻魂 这么看 是不是觉得这个逻辑清晰又简单 但是简单并不意味着容易 跨国并购并不是影视剧中那样的 打开金手指 各种买买买 更常见的情况是 前期谈判各种极限拉扯 并购成功后融合困难 就像我们在之前的收购系列视频里 反复提过的 跨国并购很难逃得过七期定律 也就是70%的并购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 而其中又有70%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在跨国并购中 就算两家企业熬过了知识产权 财务合规 企业责任等等硬制标 也大概率会舍在后期的相处过程 而且文化差异越大 舍的概率也越大 这就好像两口子过日子 不管开始多么一见倾心 一见钟情 情根深重 但要是后面不能有好商量 理解尊重 日子也很难过明白 显然 吉利在和他的伙伴们合作以后 不仅做到了 而且还做得很好 一方面 吉利看到了对方的需求 并且以平等尊重的姿态 去提供各项支持 其实我们复盘一下 吉利过去投资并购的对象 就不难发现 吉利都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但他们最后都选了吉利 这就是理解和包容 这个软实力起到的作用 这也可以算是吉利的独门绝技了 另一方面 是沃尔沃 莲花们 也读懂了这份理解和尊重 并给予了正向且积极的反馈 而这也让双方 有了更好的发展 回到这次增持 吉利未来还会和阿斯顿马丁 怎么互动 我们不得而知 但如果吉利后面继续增持 那我猜 吉利可能就想要去F1赛场 搞事情了 来 League Flag 坐等开讲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